从来没有一刻觉得厌倦 不想做了 就是有个记者 有一次有记者写了我说 维亚你对不起记者 你知道为什么 他想拍一下 我直播下来的状态 他发现跟直播一样 他觉得我肯定是在 就是演示他不相信我 直播六七小时 你下来还是花那么多 你还在选品 他们跟了我几天 一个礼拜 每天都重复的工作 然后也打了鸡血一样的 然后就在说 他觉得 你对不起记者 我跟你这段时间 我什么想要的都没有 他觉得你应该有B面 就只有A面是吧 但其实我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我没办法 你让我去演一个 我很累吗 我像我们公司给我背了氧气 我只用过一次还是两次 是因为双十一的时候 我一场直播不落三次 我实在受不了 就吸了一下 你让我 你记者来了 我要演给你看 我去吸氧吗 这个我很奇怪 你不是我 然后有的人说 你是不是因为赚太多钱了 你每天直播这么辛苦 你是不是想赚更多钱 我这样给他回答说 我即使赚了钱 我也没时间去花 我说我一个人能到这个状态 我一定是想爱这个职业 因为我热爱成了工作 你比如说有个 我们有个残疾人的粉丝 他以前从来不愿意去线下买东西 他要去线下买东西 总有一样的眼光 他想买口红不好意思去买 他想买化妆品不好意思去买 他在直播间里他默默地买东西 我能感受到他那个感觉 就在屏幕面前看我的人 然后我还有一个人是 他的海归 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家里面 有抑郁症 老公常年不在家 然后他就看我直播 他老公有一天回来看他 说他老婆以前老是该打电话 到晚上打电话 那段时间打得很少 他就很奇怪 他发现他看直播 说你不会遇到骗子了吧 他老公第一个对我的印象 我是不是骗子 怎么会让你每天来看直播 后来慢慢地就发现 原来是挺好的 就是他老婆也会买东西了 以前的话抑郁不能逛街 然后也会资贵他老公 然后买些孩子的用品 你治愈了很多人的生活 你觉得是吧 就觉得他是拿你那个直播 来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看剧一样 相当于我看了电视剧 我很好看 我很怕他打结局 他结局完了以后 我心里会空荡荡的 所以你现在生活 是一个不停歇的连续剧 有一些就是彷徨期 就是因为我女儿有给我发信息 他责怪我 他说别的妈妈都来送上学 你从来不送上学 你怎么安慰他呢 他到我没有刻意去安慰他 我就跟他讲 就会有时候会跟他讲 比如他说他哪天说 妈妈我今天不想上学 我就跟他说妈妈有时候 也不想陪你 有的时候工作也不想工作 但是这是我们人生中 必要经历的过程 有时候我就怀疑 我觉得要对起自己 就我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 觉得你当时没有努力 我现在是创业期 我就要拼 我就要站起来跑 就那种感觉 但是也没有一个终点是什么 在跑 我很希望有个人来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停下来 你要不要怎么样去平衡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真的完全平衡不了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游戏的来 但是我现在这个职业 像个桥梁 我自己老形容 我今天完全可以不直播 但是我今天不直播 我之前所有的规划 我的商家 我的粉丝 就那个桥 上面每天都有人走 他这个桥是一个 每天都必经的一个过程 我今天断掉了 就是 这种心理建设 在我目前来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觉得会对不起 很多人 感觉像一个巨大的机器在运转 然后你是上面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齿轮 或者一个什么 你是不法让它停下来 你可以这么讲 然后你团队 你打击好的这些团队 被人需要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吗 是的 我是一个永远活在一个 就很紧迫的环境下 就很紧张的 就很 很怕自己做的不对 很怕自己做的不足 从小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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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来的 你一想过吗 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第一次在仓库货堆后面去 这个好真实 多好啊 还有吃的太好了 尝尝 嗯 好吃啊 很诡异的味道 就很香 嗯 嗯 嗯 你不会 你会忘掉它是猪皮 嗯 嗯 好 可罗娜 嗯 都行吧 嗯 嗯 当然说 拿一点吃 从这里就随随可以有喝又吃的话 对啊 我就不想走了 对啊 要不这里给你们弄个办公室吧 可以啊 此之 在纸箱中的生活 哈哈 以前真的是在纸箱中 就我我们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都是纸箱 有活动的时候 然后就你感觉就忙的不可开销 你每天来都觉得很忙 嗯 你现在把这边这都弄完了 那对事情又来了 时时刻刻的 那会觉得那种 因为纸箱给人感觉都是很仓促嘛 啊 生活都非常仓促 他随时可能就会拿走 会消失 或者说 有凌乱 那我我是那种看到我就着急 嗯 就其实现在已经 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嗯 但有时候我会在 我经常当面不会表表扬 我是一个不太会 就是我们团 不是团的 我老公也老说 说你是一个 你在团的你永远都知道 嗯 讲别人不好的地方 你能不能夸夸人家 就我是一个那种 就给自己是这样子的 嗯 就夸不了别人 也夸不了自己主要是 不是夸不了别人 能夸 但是我不会当他面夸 当他面夸 我觉得 有点假的呵呵的那种感觉 当你面有什么好夸的 你做的好 就好玩 嗯 03年在动物园开店 那个经历是怎么样的 你从来没仔细说过 03年是非典 嗯 那为什么会03年 会开店啊 是很奇怪 因为当时我 我老 我现在老公 就当时我男朋友 我爸妈不同意 我爸妈觉得 你要去找一个 他是做生意的 嗯 因为那时候 我老公那时候是 就他们看来不务正业 在上大学 但是呢 还在呃 在跳舞 去跳街舞 然后呢 我当时我老公就觉得 我也可以做生意 我我我跟我老公开 第一家店是6000块 嗯 的成本 因为当时非典的时候 店租没有人租 叫天号城 是在动物园旁边 好有印象 嗯 因为我住在紫竹院 就挨着着动物园 很近很近 很近嘛 几个三年 就在那里开了第一家店 多大呀 店的话可能几平米吧 几平米 因为那个动物园附近 不有个舞蹈学院吗 对对 舞蹈学院 舞蹈学院的顾客是最多的 嗯 然后就卖一些我穿的衣服 嗯 就是 就生 第一天生意就很好 第一天生意就很好 那时候多少钱算多呢 对 可能一天赚几千块钱吗 我那很多了呀 从三年 你到08年 然后为什么去西安开店呢 那个是凑巧 是我呃 我有个堂哥 嗯 和堂嫂 他们去西安玩 嗯 那时候不是08年奥运会 然后北京的物流 就非常不方便吗 然后货 货物进出 很不方便 然后他们说去玩的时候 发现 哎 他说哎 这边的市场很好 我说那去看一下吧 那就看了一眼 觉得哎 可以 想去吧 既然想去 那就去 就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想到就去做 嗯 我很怕就是晚了 哪怕失败了 我就失败了 我也无所谓 我也不怕失败 但是如果不做的话 我就觉得怕赶不上 就去了很快就成功了 去了 去了之后 当天去当天看好店 马上就要订金 然后回来之后 就开始准备搬家 哇 也是很快就赚钱 第一天就引力 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为什么 可以这么 抓住这些东西 一就是你的位置很重要 对 换现在讲是流量 流量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 你跟你父亲的东西 有差异化 就旁边有的 我们从来不卖别人的包款 我们要自己创造包款 然后我一直以来 从第一个店到后来的店 开店的有一个 有一个点就是 不想价 没有淘价还价 就让你很省省放心 就价格都是 性价比很高 所以这个逻辑 延续到现在嘛 对于他们这个逻辑是一致的 一致的 嗯 嗯 那时候人是对自己对人生的期待是什么呢 那时候的目标就开一家店开两家店 然后扩大 嗯 扩大我的店铺 嗯 能把它做得越来越大 让大家更多人知道我的店 嗯 那那时候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规划 嗯 没有想一定要赚多少钱 没有想那么多 嗯 在那个时候的话 觉得赚钱真的只是一方面 嗯 真的一方面 其实在那 但在那几年 我们 我有 我有那个 呃 也做了一些投资 嗯 在房间上面做一些投资 嗯 就那几年 嗯 就 然后就那几年积蓄 就也是给我后面做电商来做一些基础 如果没有那几年积蓄的话 后面我会撑下去 成功对你很重要吗 不是成功对我重要 而是我把这事情做到我温馨服无愧对我很重要 嗯 就得对得起我自己 嗯 那什么时候在西安开店的时候 08年 什么时候开始很强烈的意识到 这个电商的开始兴起 大概是 11 10年的时候吧 1011这样左右啊 因为我是11年结的婚嘛 嗯 就结婚前 有一个女孩去我店里买衣服 那年那天我正好在店里面 嗯 他试了很多衣服 嗯 所以印象很深刻 试完所有衣服 然后就在网上手机扫一扫 看有没有同款网上买对比价格 嗯 然后那一刹那间我觉得 哦 原来现在那么多人在 嗯 网上买东西 我就想我要开网店 嗯 我就写着决定 我说我要开网店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老公你去哎 可以我们开网店 呃 大概我女儿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全家搬到广州 嗯 然后就在广州开了网店 然后就开始进进入了一个 人生正当一个大的低伏期 很少有人开网店会上来就开始搭团队 然后我老公的 他创业的思想就是我先好 先要搭建好团队 我在干事情 嗯 我们就搭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一个团队 就是电商团队 有打包发货的 然后有那个科夫收钱收货的 然后结果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嗯 就跟线下有个很很大的差距 就等于第一次做生意遇到困难 嗯 以前都是第一天就赚钱 对 什么原因呢 后来你们分析 流量啊 流量很重要 你在线下你有好的位置就有人来看 嗯 线下就是人来找你 但你到了线上以后你要找人 嗯 我要流量 我要去引流 嗯 多久意识到的 这还 你其实你当在第一个月就意识到 对 嗯 在13 12年13年14年底才正是 14年底才有好转 第一年 一年双十一对 13年 嗯 那年卖了30万吧 嗯 那年 1415年 14年卖了500万 嗯 15年卖了1000万那一天 嗯 嗯 然后在外面看了 哇你好厉害 卖了500万1000万 嗯 的一个他没有想到 退货率 嗯 你的你要做多少钱的货 然后货能不能再按时出完 我为什么14年15年会经历到人生大的低户 就因为双十一没有把控 心太坦了 嗯 前面太压太久了 我想我的生意能变得更好 我想有个爆发性的 所以有订单来的时候 我就是敞开式的在卖 嗯 就根本没有考虑到我后方的供应链的问题 后来发现我做不出来货 一堆投送 差评 本来很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对自己抱有信心的一个产品 被自己打了一手烂牌 你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怎么办呢 自己赔钱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问题啊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那别人投送给你 你是很应该的 嗯 就这两次反而赔了钱 赔了赔了很多 而且我们当时做电商关闭了我所有新家店铺 嗯 然后当时我们我们身边所有朋友觉得你们疯了吧 你们在西安打下这么多你的基础 这么多店铺 你完全可以 你们把店放在这里 你们你们几个人去广州再去开发 他拓展一个网店 我说不行 他因为你如果说你一旦有店在在西安 等你一旦不行了 你肯定要 后退 就不能有退路 对 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子 做做就回去了 嗯 有长达几年时间 嗯 一直亏钱 亏到每年朋友聚会过年的时候 说你今天生意怎么样 说亏 第二年吧 你还是亏 他说你还没亏完啊 你有多少钱了 你亏 嗯 然后当时就卖房嘛 就之前你投资的一些东西就在那几年就卖掉了 嗯 当然真的就把家底都已经全培光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当时又没没放弃呢 网购一定是个大的趋势 嗯 就觉得自己可以 嗯 直播间带货估值过十亿元 目前淘宝直播的天花板 被誉为被时代选中的女人 非常感谢新周刊能够给我颁这个奖 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电商直播 然后了解电商主播这个行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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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谁在自己的总监的评定 让我们有请达职人 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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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晚七点开播有没有写 你们这些事情能不能在我直播前能准备好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 就是讲一句做一句讲一句做一句 七点开播这些事情都 很多次了到底有没有人负责 来开播 哈喽 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啊 开了 我嗓子又开始红亮起了 大家好大家好 我来了 我现在想 年度新类榜之年度图书 让我们有请荣誉获得者作家出版人 许志远先生 我觉得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非常追求数量的年代 谈论的都是多少百万人看了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谈论的是多么大的一个规模 但是人在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就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求新的年代 求新当然可能意味着某种打破作 来我们先戳一波奖 我们可好打 打什么 水喝 我们打十三腰好不好 十三腰 邀请 好焦虑啊 对他们怎么做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腰怪的腰 我不是腰怪啊 没事没事 是那个 是那个 你看等会 不是哪个 你看不见 真的有人 是邀请的 邀请的 不是我要跟他过多久 十三腰 邀请的邀 来我 来我 送这个 单下 卖的好 可能五分都就卖到 他这个你一码就撕掉一个 我现在都想撕掉 哎呀 我去吗 我怎么过去 我从来没用过淘宝 你没用过淘宝 我从来没用过淘宝 你离我近一点 像机在这里 因为刚才我说你名字 就很多人说认识你 你可以再往我这边来一点 好 你这个发型有点 我该怎么办呢 我没看出来 你竟然恐惧直播 你是第一次做直播吗 对 主要是我从来没用过淘宝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这一切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简直 淘宝你不用 对 我没用过 你买东西没有买过淘宝 没有买过 从来在现场买 你是从山里面来的吗 我同事会用淘宝 然后上次我看你直播 原来上面有直接购买链接 把我震晕了 这太方便了 笑死了 有原始人是不是 因为你来之后 我们团队都很好奇 首先就有一个问题 他说你来之后 要我一定要替他们问一下 我们团队里面有个 非常喜欢你的人 他发现你 非常喜欢穿人字拖 有这情况吗 有 要不是太冷 我一直穿拖鞋来了 来你看一下 真有 这是采访的是 冯小刚老师 然后你穿了个拖鞋 好多人穿拖鞋的 对 自由啊 他自由 他都展现在外面 他自由 展现在外面 我刚才还没给他细讲 怎么卖这东西 你教教我 怎么就怎么让人买东西 我很困扰我这件事 我不信你卖6500分了 刚才 这么厉害 就我们刚刚在讲这个 因为他很多人对这个好有趣 因为他这个我觉得有趣的是 他你每天可以撕一个 但对于我这种没文化的人 我看这个代码 我看到有点晕 这个是干嘛的 晕眩是人生的本质 不用那么清楚 你们可以猜一猜 猜到有奖 送你们几个 是吗 我刚刚去偷偷帮你送了几个 真的 那再送几个 这个你们猜的代码是干嘛的 昨天怎么你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团队里面说 他笑疯了 笑死了 你们团队有人看到吗 同时都看笑死我了 就画面感很强 就突然间他觉得 你能出现在直播 这事情就已经很沙雕了 他们形容 就是已经觉得 他们说中国知识分子完了 他觉得 而且有一份评论说 你的反应很快 可以做直播 可以做主播是吧 可以啊 所以我觉得你看 没有这前置是吧 你直播一定会看 但你肯定坚持不下来 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一点 所以我在考虑 我说你可以去做一些 啊完了 我要 不能给老师建议 职业建议说吧 不是不是 我就说你 你老师您说说吧 你不是人家当老师吗 我的意思就是 你做一种东西 大家肯定很愿意看 很想去了解 对吧 是是 就是没耐心 很快就厌倦了 对 不需要耐心 就是把你的身边的东西 你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就大家可能想看到更真实的你 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因为卷到这么多的事情里面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组织 然后那么多的观众 你会被这个机器所裹挟了 你自我被压抑的太厉害了 就以前有个媒体说 你现在有没有被绑架了感觉 其实并不是 我要珍惜这个时代 给我的东西 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就是很多人觉得 我努力一辈子 我都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但会有时候会觉得 因为每天 因为我看你单子 那么多不同的商品 那有时候你会疑惑吗 真的需要这么多物品吗 其实你家里有三个纸箱子 和有三十个纸箱子 其实对你生活 没有太大变化的 但是在买的过程中 我是愉快的 对 他现在就变成了买 这个三十个纸箱子的过程中 他填充了自己的生活 坦白说 就购物变成一个 我人生主要的一个 对我来说 非常枯燥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 我很难理解 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喜欢陌生的经验 我要去到处去看 就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 我最近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粉丝 我准备想去看看他 他怎么会 有特殊的粉丝 是有一次 我发了个抖音 底下有个留言 他要 他又为了 我 他得了癌症在化疗 然后看到你这个很开心 然后当时我正好看到评论了 我就说我要联系他 嗯 但他给我给我了 给了我个评论 很 奇怪的一个评论 他说 我没什么事情 我只得了癌症而已 你不要来看我 嗯 我没有什么事情 我只得了癌症而已 嗯 他说我不需要你们帮助 我也不需要 我不需要钱 嗯 我就你就他你就这样直播给我们大家好产品就行了 其实我是不是挺无趣的这么一个人 没有挺有意思呀 我其实也在改 嗯 直播也让我改变了很多 我的公众号底下包括我的那个评论里面都是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 嗯 他们跟我的感觉就是我我是个万能的他们给我请名叫多拉威呀 嗯 就是多拉威梦一样的差不多吧多了 对 这个多拉威梦的家差不多 就是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你要给我弄来 嗯 然后我确实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第一次找了肯德基 嗯 麦当劳去做进行这样的尝试活动 嗯 第一次就是找那种比如星马克饮品啊 就以前可能你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第一次在淘宝卖电影票 嗯 那种都是没有没有东西我们都干了 做了很多第一次 就他们像是把你推到一个一个不断推到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的感觉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粉丝赋予我的 嗯 然后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嗯 让这么多人满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给个人带来很大的乐趣的 很重要 就是我的价值感在哪里 对 我觉得人间值得 我觉得人间值得并不是人间不值得 嗯 我再给你拿点酒吧 好啊有吗 有 谢谢啊 对不起 现在对眼上最有意思的新东西是什么呀 我我就很好奇 这么多不同的人 嗯 就 就怎么讲的 就是 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很不理解的人 一开始我挺难理解你的 你现在能理解我吗 嗯 理解一些 还是不是那么理解 对因为 跟我熟悉的 太不一样了 嗯 太不一样了 就是你是我 很陌生的物种 但你也 你也 好奇吗 我也很好奇 对啊 所以但你昨天去了直播间 慢慢更理 更理解你一些吧 所以你现在能接受你去看一些小视频的事情吗 可以啊 接受 嗯 可以接受 你会去看吗 不会 还有没改变 对 对 有有有些改变 我会更了解一些东西 但是 就我就很好奇 你就不想了解新鲜事情吗 我知道一些 都因为见过 话说 就对了 他 他 不新鲜 不新鲜 对 他没有什么 他是 他是一种 假新鲜 怎么讲呢 就流行不一定是新鲜 有时候流行是陈旧 嗯 嗯 我也好奇 但他 他不让我真正的 心潮澎湃 嗯 就像我可能对这些东西 我很难理解他们 这个东西的变化 这个能 到底对我什么影响 但不一样 可能对那些人 它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就不 就当你说过一堆口红 我就发疯了 这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啊 嗯 但有人在里面看到无数的乐趣 可能我干的事也特别枯燥 别人 我会 我持续地去写我的书 去 去研究一个 一个题目 看好多 那我那些书 那些资料 就跟你这些物品是一样的 嗯 我看那些论文 嗯 可能大家正常看也很枯燥 嗯 枯燥死了 有什么乐趣的到底 那你能把这些高的枯燥性 变成一个 就它仍然是你人生的乐趣的很大的 乐趣的也很大的一部分 就这种吻合是很难 很难得的 嗯 就这点我就 我说你说的很好 很准确 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要做的 是不是真的吸引你 其实别人都不重要的 嗯 就清楚自己 你喜欢什么东西 你要干什么 嗯 因为好多时候 大部分他们的喜好 或者他们的特长 并不是时代精神的需要 你是很幸运的人 被选择的人 因为 你的喜好 偏好 跟这个时代的很多的潮流 是很吻合的 但大部分吻合这个潮流的人 他就会被潮流摇摆 但你的其中你有 你有自己很强的一个执着 或者一个定力 你用一种 非常理性的方式完成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这个词形容得很准确 嗯 你是这么一个物质 嗯 我觉得这一句真的形容得很准确 嗯 理性的疯狂 嗯 嗯 但你 你不怕你比如这公司突然没了 你怕吗 我不会怕突然没了啊 是我 这点在工作这一块的话 我是不会怕说哪天我没有了 或直播没有了 嗯 这点我不怕 嗯 因为没有什么信息永恒的 嗯 但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我要让我自己能有安全感 嗯 什么东西最让你对安全感 充电宝 充电宝 我有很多充电宝 所以所以你随时都可能看到我有充电宝 嗯 我买了充电宝 原因是因为我想到有天 万一有一个就有一个问题 有个人问我说 你万一到一个荒岛上面 让你能带几样东西能带什么 嗯 然后从那想的 我要带 我要买个太阳能充电宝 那还有什么呢 你说的能几样 鱼竿 鱼竿 嗯 钓鱼的鱼竿 鱼竿啊 嗯 在钓鱼吃是吧 对 然后就是有一个充电宝和手机 不想带个什么唱片去听啊 什么带个书去看啊 死了以后你还看什么呀 打发时间呢 是吗 因为你钓鱼 你怎么能钓完鱼 你吃完了你怎么办 你干嘛 你还有时间 太阳没下山 你干嘛 但是人要总有一个 就是你求救的心 我当然是抱着 就是万一有信号呢 嗯 可以呼救 嗯 你只要有跟外界联系的方式 你起码有无限可能 嗯 哈哈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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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